我们一般人迷惑颠倒 迷惑的根在哪里 这个不能不知道 迷惑的根就是碳 你看佛法了 把这个摆在三读的第一位 你为什么会迷 就是因为你的贪心 贪心越重 迷得越深 那你造的业业重 那第二是成灰 贪不到就发脾气 那贪到他就不发 所以根本就是个贪子 所以 所有一切物业 不善的行为 都是从这个贪 延伸出来的 所有一切善的行为 都是从那个爱 延伸出来的 啊 父子 尤其那个亲爱啊 那是一切善法的根 善根 这个贪呢 是所有一切 恶法不善业的根 那我们修行 你有亿万财物 你还想贪 你人品没有了 你还不知足 师尊为我们实现 不就是知足吗 不住菩萨 要到这个世界来实现成福 他先住在那里 住在独帅天 独帅是什么意思 就知足 你看这表发的意思 那先要在 独帅天 住足 都在那受命吗 四千岁 那住足 再下到这个人间 来实现成福 来实现 还是知足 我们要细心去体会 这用意很深 自己有多余的 要分给缺乏的人 要帮助他们 识不吃亏 愈识愈多 识财的财富 识法的聪明智慧 识无威的健康长寿 财富 聪明智慧 健康长寿 是你梦寐所习求的 你为什么不修三个因 修这三种因得来的 这是正财 是你应该得到的 如果不是从修因 你得到的财富 那个财富不是你的 这个要知道 尤其用不正当的手段 想获得的财富 那叫造罪业 造罪业能不能得到 得不到 如果真能得到 造罪业也可以 真发财了 得不到 所以用不正当的手段 得到了财富 还是你命里有的 你说你冤不冤枉 不用这个手段的时候 他也来 来的可能更多 为什么正常的 用不正常的手段 带来的 已经打折扣了 亏折了 你命里得有一百个亿 你不正当手段 你就得到五十个亿 就叫得不了不起了 其实你已经亏了一半了 你不晓得 佛菩萨 能满足一切众生的欲望啊 他横顺众生 随其功德了 你想求发财 佛菩萨也教导你 帮助你啊 所以 生财有大道啊 佛菩萨教你什么 教你修财不实 你命里头 为什么有财 过去生中 喜欢修财不实 这一生当中 你命里有财富啊 无论从事哪个行业 你都赚钱 命里有 命里没有的 无论做什么生意 都亏本 都不会赚钱 这个道理 我们要清楚 要明了 神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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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